2020年突如袭来的新冠疫情 让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机场、高铁站、贺运站 对健康码、行程轨迹 以及核酸报告的层层查验 也使我们的出行载体更像私家车倾斜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周末选择去glamping的人越来越多了 带着精致的站棚 舒适的檀椅 可口的美食 与自己爱的人 或者跟自己的好伙伴 开着车来一场短途的glamping 逃离城市的灯红酒绿 来到大自然的怀抱 在国庆前 我邂逅了一场人生中最美好的glamping 那不是因为这场glamping 弄得多么有格调 或者多有仪式感 而是因为这次旅途 我开的是一辆旅行车 而且还是奥迪的 如果在BBA当中选一个品牌的车型去做长途旅行的话 我一定选的是奥迪 因为所有的奥迪车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就是开起来非常的惬意 非常的舒服 用粤语来讲就是 相比于其他欧洲的车型 奥迪所有的车型开起来都是非常的轻松 包括你对方向盘的掌握 对转向的一个操控等等等等 你只要一点点的力 你就能完成的很好 当你开到累的时候 你还能稍稍把手 它再放在这个门板上 休息一下 因为你一只手操作 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当然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平时真的不推荐你们这么做 如果还要在奥迪当中选一个最合适 去旅行的车型 我选的是奥迪A6的旅行版 包括A1以及这个All World的车型 都知道啊 奥迪A6是一台非常非常舒适的行政级轿车 当它的尾部变成一个非常大的行李箱之后 它能装更多的行李 带着一家大小一起去旅行 而且它的空间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 即便坐在后排 你也能非常舒服的享受整个的旅程 我昨天开的是一个A6OO的车型 今天开的是一个A6Avant 这两台车其实差价还挺大的 怎么选呢 如果不考虑价钱的话 当然是OO更香了3.0T340匹的发动机 走长途旅行 你带点油门就能非常轻松的高速循环 你要超车也就身材多一点点 就能很轻松的完成了 空气悬架表现也更加的舒适 但是在舒适模式下OO的整个车身还是浮动感比较强的 相比之下这辆A6的Avant虽然是一个2.0T的EA888发动机 但是整体的动力对这辆车已经是够用的了 相比于那台Oro上的浮动比较大的空气悬架 这辆Avant配备的螺旋弹簧整体的感觉会更稳一些 特别在走在一些山路上 它的重心的摇摆会更小一些 所以其实也挺矛盾的 一辆是一个高速的时候更舒适 它会绿震处理的更好 一辆是山路上走的更舒服一些 看你怎么选也看你的预算 给我选的话还是会选一个Oro 因为3.0T还是更像一些 而且Oro有一个小框体 有人吐槽Oro没有给一个Avant一样的非常漂亮的铜色车身 而带有更多的一些粗幻一点的抛砂板 但是这代的Oro它的抛砂板的材质 不再是以前那种黑色的塑料 而是跟车身前后干差不多的一种材质 它是很平滑的 所以你想后期把它改为车身一样的颜色 它是不会有那种塑料那种纹路的 是改出来会非常的平滑 而且改出来它会有一个整体的小框体的效果 更加漂亮更加好看 久居繁华都市 人们亦渴望回归自然 仰望山野星空 Glamping的兴起我一点都不意外 它除了可以深入自然 体验户外生活方式 更推崇的是一种露营的美学 一种仪式感 作为Glamping的载体 汽车是不可或缺的 也许一辆轿车 一辆SUV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 但一辆尾部更性感 线条更修缠 仪式感更强烈的旅行车 会让你的Glamping更有氛围感 也许Glamping这个事情 必须跟旅行车搭配才更完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